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取亲的筵席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罩的人来复习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 你们告诉那被罩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处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 请你们来复习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 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喜言已经齐备,只是所照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照来复习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陆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照聚了来 沿袭上就坐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因为被照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当时法利塞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 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训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说 人若死了,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利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死了 没有孩子 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她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 就吸其他的教训 法利塞人 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塞人 大卫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 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后 也没有人 敢再问他什么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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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